在松烟展出的神会乾隆宴 以最新数位多媒体的方式 让民众体验这次的科技设计 每一位观众进入展场 就如同皇帝邀请的宾客 不但可以把玩乾隆珍爱的物品 透过RFID感应机制 还可以全程记录互动体验的过程 我们是跟故宫一起合作 跟新媒体的艺术家 重新创作了一些古文物 跟乾隆有关的古文物 而且这次所有的展览 都必须透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技术 就是我们把RFID 刊字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东西 叫做和服的令牌 这个令牌就是当时的人 必须进到后宫 必须有这个令牌才能进到后宫 那透过这个令牌 你可以收取到每一个乾隆 当时很有名的一些作品 这次展出以万寿盛典为轴心 透过新奇有趣的展示手法 遍览乾隆的艺术生活品味 让民众不用大老远奔波跑到故宫 一次就可以欣赏多件 乾隆时期的国宝级文物 现场还有说书人讲述故事 增加逛展乐趣 在古代因为没有电视机 有一个东西叫做拉洋片 那我们用拉洋片的方式去呈现 当时很有名的一幅图画 叫太平春式图 在太平春式图里面有当时 在乾隆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些小的古案 一些市集的游戏 那我们透过动画的方式 让古人重新在这个拉洋片里面 重新活出来 而且会有一个说书人 透过浮空投影的方式 让你去了解 原来古代人的市集 或者古代人的夜市里面 原来是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在会场还可以看到许多文物 以及大型多媒体戏棚的演出 让民众体验一场互动多媒体的盛宴